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在寻法国男人霸占下的厨房中 朱利亚这个外乡人开始尝试制作传统法国大餐 最终她获得了成功 并将自己的经验分享成一本厚厚的掌握碰饪法国菜的艺术 而这本书被奉若经典 生活在美国的朱利是一个电话接线员 每天的生活平平淡淡 身为政府雇员的她工作沉闷无聊 而且有时候还会遭受一些人的恶毒言语 但是每当她在做饭的时候 她就能放松了下来 她非常喜欢研究怎样能把美食做得更加完美 更加好吃 为了让自己更加有活力 以及自己的厨艺更加有长进 她看到朱利亚的掌握碰饪法国菜的艺术时 一切都改变了 她学做书中的美道菜 并将其体验写成博客放在网上 这样她每天的生活都变得非常有趣 而且更加有盼头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没过多久 她就赢得了一大批粉丝的关注 曾经的朱利亚尝试过做帽子打牌等等 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去西餐厅里学厨艺 在寻法国男人霸占下的厨房中 朱利亚这个外乡人开始尝试制作法国传统大餐 有粉丝的朱利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完美 但是每当她遇到挫折的时候 她就变得很急躁 特别容易发脾气 而且总是以自己为中心 在一次机会中 朱利接到了当年出版朱利亚石虎的编辑 她收到了要来她家做客的消息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展示出自己的最高水平 她专心的准备这顿隆重的晚餐 因为天气的原因 最终客人爽约了 被受打击的朱利大发雷霆 她无力寻闹的与自己的老公吵了一架 而另一边的朱利亚在法国和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开了一个烹饪学校 但是没过多久 朱利亚的老公因为政府变动 从法国巴黎调到了马赛 然后又从马赛调到了德国 最后又去了挪威 而朱利亚的事业也受到了打击 之后朱利与自己的老公和好 他们继续奋斗 而朱利亚却在继续的奋笔集书 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电影的最后 朱利的事情被纽约记者报道了出来 她成为了一名畅销术的作家 而朱利亚成功的出版了食谱 并且大受欢迎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他们都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电影在两个女人的生活中交叉剪辑 充满了奇异的对账 每时将他们从生活中拯救出来 带他们进入一个充满香气和稀碎质感的世界 让他们的生活散发着法式大餐浪漫的味道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 和拍摄